自宽狼 给八个月大猫打海洛鹰 许多幸运的宠物被主人当作家人 但也有不幸的小动物变成出气筒或实验品 这只八个月小黑猫看起来好可怜 全身伤痕累累 让人不忍 这一切都是狠心主人造成的 宾州警方周日巡逻时 看到路边的吸毒嫌犯神志不清 并目睹他虐待宠物 小猫在流血 牙齿也被打落 然后在嫌犯车上起出大量毒品和针筒 小猫身上有很多伤痕 头部也受伤了 还被施打海洛鹰 没良心的主人因为私藏毒品和虐待动物被捕 小猫目前恢复状况不错 正在等待领养 东新闻希望找到好主人报导